众所周知B站是一个学习软件 我是一个直男 我并不是大臣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为什么选清华 嗨我们我是塔塔拉 大家好我是阿刚 之前动态里跟大家说 我要做一个清华直播的采访 后来这个疫情爆发了 我们俩就商量 采访还是要做 但防护也一定要做 所以我们今天就戴着口罩来给大家做这个采访 我们是高中时期的好朋友 后来他上了一个北京的211 在大四的时候收到了直播的offer 今天的采访我们一共会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很笼统的 关于直播和读博的问题 第二个部分是关于他自己的选择 还有一些有趣的话题 第三个部分 我看还有一些宝宝会问到 关于材料这个专业本身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跳着看 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部分关于直播和博士本身 第一个问题是你直播的流程是什么 首先我要获得我们学校的推免资格 然后我的排名必须要达到清华大学的一个要求 是前5%之后我就需要提交书面材料 然后他们成立一个专家组 对所有的申请者进行了一个筛选 给大家一个面试的资格 然后在面试当中好好的发挥 好好的表现 也就有可能获得一个offer 从你交材料到结束花了多长时间 15天 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做科研 做得住的人可能更适合做科研一点 你的做得住是说耐得住寂寞还是比较有自制力的那种 都算是有一些吧 而且就单纯做得住字面上来讲也很重要 就是你可能需要做一个实验 保持一个姿势几个小时的时间 至少你不觉得它很枯燥乏味吧 下一个问题 博士毕业之后 你除了留校当老师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 可以到科研机构 比如说你可以成为一名研究员 或者你可以成为一名工程师 你也可以进入企业去做一个研发岗位 那你觉得对于企业来讲 一个博士毕业生和一个硕士毕业生 他们的区别会很大吗 区别是存在的 因为博士最重要的一项能力呢 是独立开展一个科研项目的能力 公司的一些原创性的开发项目 可能还是需要这部分的能力 那他们的收入会相差很多吗 从统计的角度来讲 大家的入职的工资差距是比较低的 而后期的发展的话 其实也是因人而异 不是说博士毕业就可以得到一种保障 还是需要你去不断地提升自己 和不断地努力 但觉得如果光是为了找工作挣钱这一项 对科研没有什么巨大的热情 那我有必要去读这个博目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每个人需要考虑的 因为你选择读博就意味着 你要比别人多花三年的时间 如果你这三年的时间 在提升自己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方面 可以获得更大的进步的话 那么你完全可以不去读博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如果不能两全的话 专业排名比较重要 还是综合排名比较重要 我认为从做科研的角度 也就是从读博的角度来讲 专业排名要比学校的综合排名更加重要 综合排名可以为你带来很多的社会声誉 但是实际上做科研在生活当中 所接触到的内容还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言外之意 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想在这个领域深造的话 对于找工作来讲 还是综合排名比较重要吗 是这样的 虽然说可能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用人单位来讲 他们还是会去考虑你的院校的综合的声誉 和它的综合排名 现在我们到了第二个部分 关于你自己的问题 Question 1 做过智商评测吗 是不是智商特别高 其实也没有很高了 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智商吧 你觉得对于高等教育 或者对于科研来讲 智商很重要吗 在科研当中 智商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你的努力 你的踏实 对一个项目的持久的坚持 这个东西可能会比你的智商要更加重要 再一个问题 为什么选清华 选择院校的时候 你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我所选择的学校和选择的院系 应该是在这个领域当中 具有比较强的专业实力的 而清华大学的材料学院 在各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 其次呢 我也会考虑这所学校的校园的氛围 学风还有社会声誉 当时为什么选择留在国内 而不是出国读研 我认为在国内 我可以获得相对更好的科研的和教育的资源 最后决定留在国内 下一个问题是 什么时候决定的搞科研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这个想法的萌芽 可能来自于上大学以前 因为我觉得科研需要我们提升和锻炼自己的创新能力 所以我认为做科研 是我人生当中应该经历的一个阶段和一个过程 可能这个萌芽当时就发生了 它只是在我的大学当中潜移默化的 在引导着我走向最终的这个结果 下一个有人说想问问大神的作息 在你准备保研的这个过程中 你有一个特别详细的 就是每天几点起 什么时候学多长时间 这些规划会有吗 首先是这样 我并不是大神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而已 然后学习时间的保证 它是一个基础的条件 但是并不是说建议大家去堆积自己的学习时间 因为你的学习效率也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可以用三个小时去完成这个工作 你为什么要用五个小时来完成 但是说在你保证了你的工作效率的情况下 当你的学习时间变长的时候 你的学习总量也就会随而提升 所以效率和总时长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我们不可以只追求某一个 而关于学习的时间的话 在保研期间 也就是基本上大学的三年里 我几乎每天的学习时间 都可以达到十个小时以上 也许长期的积累 它可能对我的最终结果有一些帮助 那你有参加学生会一类的校园活动吗 我参加了校学人会 也参加了学校的社团 还担任了学生干部 我的大学生活还是比较充实的 我并没有说为了去实现某一个学业的目标 就放弃掉其他的这些活动 但这些活动在你学十个小时的这个阶段 仍然在进行 基本上是可以做到的 我所说的是平均每天学习十个小时 也就是说特殊的日子里 我的学习时间可能是低于十个小时的 我可能会去参加一些活动 而在另外一些没有活动的日子里 我可能会学习十二三个小时 所以最终来完成一个平均的学习市场 你觉得爱情和事业冲突吗 我认为这个事情并不冲突 因为我的师兄师姐们 有许多人也是在实验室当中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请问很强的自制力和执行力是如何培养和塑造的 或者我更感兴趣的是 你觉得这些东西是从小一个漫长的过程培养出来的 还是说我只要有足够强的主观能动性 我就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有的人他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 他获得了一个特别强烈的一种目标和动力 这种动力他就可能驱使他去实现一种自律 也有可能是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培养 在这个过程当中 潜移默化的或者说逐步的去培养自己的自律的能力 你有什么看似和所学专业不相关 也没啥用的爱好或习惯 却在某个时刻帮上了大忙吗 锻炼在我非常焦虑 而且压力非常大的阶段 保证我自己没有因为身体状况而出一些问题 耽误一些进度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给了我一些帮助 在飞养的过程中有孤独的感受吗 是怎么调节这种情绪的 肯定是有的吧 因为我身边的大多数的同学们 并不需要每天学习这么长的时间 大多数时候当我从自习室出来的时候 陪伴我的也就只有月光了 所以很多时候还是感觉挺孤独的 我的一些排解方法呢 可能是比如说听一听歌 或者听一听相声之类的 就是找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吧 让自己不要去专注于这种孤独的感觉 此外呢 作为未来可能要去从事科研工作的人 孤独是不可避免的 也不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也许我还选得了去适应这种孤独的感觉 从这种苦当中去感受到一点点的乐趣 请问如何放下手机 我认为放下手机并不是一个瞬间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放下手机一定是基于你对手机的依赖 比较小的情况下 你才能够长时间的不去触碰手机 那么首先你肯定需要对手机当中的游戏啊 视频软件这些东西进行了一个选择性的删除 此外呢可能你也要重新的去调整你的这个社交圈 和你和别人沟通交流的时间 为自己提供一个不太容易出现外界干扰的时间段 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那你当年卸载了B站吗 众所周知B站是一个学习软件 对于很多尤其是女孩子的家人来讲 他们会有一种刻板印象 就是觉得读博是一个嫁不出去啊 或者是很莫名其妙的行为 你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或者说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觉得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服他们 在我个人身上呢 我的家人都是非常支持我去读博的 他们也愿意在我读博的过程当中 为我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 但是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它是存在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 但是你也应该去和家人沟通 你可以向他们去证明 你读博或者你读研 你去深造这件事情 对于你还要包括对于整个家庭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不是说我们想去读博就必须要获得家人的支持 但是既然我们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去读博 那么我们肯定会有一个理由和动力 我们把这种热情传递给我们的家人的话 也许他们就可以去理解我们了 请问如何从玩的状态迅速调到学习状态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 玩就要玩得尽兴 学就要学得非常的通透 玩得很尽兴的时候 你觉得你玩够了 可能从这个状态下 你进入到学就会比较的容易 而你自己刻意的在玩的过程当中 去思考一些跟学习 跟工作相关的事情 可能你觉得玩得不尽兴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 两边都干不好 对对是这样 那你玩之前会给自己一个预设 就是我玩到什么时候为止 就不玩了 就开始学习了 你会给这种东西吗 或者说这个东西它有用吗 我一般不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预设 就是真真正正玩到说 我不想玩了为止 最后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因为在我发动态的时候 我说我有一个理工科直男朋友 所以就有人在底下评论说 请问该理工直男同学 你觉得自己真的是直男吗 就是跟性取向无关的 这一个刻板印象的直男 直男和直男癌是两个概念 所谓直男这个概念 它只是界定人的性取向 可能用理工直男癌 来重新定义一下 刚才问题当中的这个理工直男 我觉得比较合适 首先我是一个直男 再其次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直男癌 绝大多数的男生 可能也都是理工直男 理工科的学生 会存在直男癌的这种情况 我认为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突然很想从性别研究室 聊聊直男癌的问题 有兴趣请扣一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就是我一直好奇的问题 你觉得所谓的理工思维和文科思维之间 真的有本质性的区别吗 因为很多国家其实他们的教育制度里面 是没有把人或者科目分成理科和文科的 你觉得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分化 所以才导致这种思维上的区别 还是说这是我们人为界定的 理工科和文科 它的研究方法和它的研究思路 的确是有一些差别的 但是我认为他们想探究的都是如何使人类 可以更好的去发展更好的去生存 所以从最终的目的来讲也许是殊途同归的 无论是你学什么样的专业 广阔和全面的视野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并不是说你学了理工 你就可以对人文的知识一窍不通 或者说你去回避它 我觉得这种想法是比较片面的 我觉得其实从性别研究的角度来讲 这件事情和性别的形成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就是文理分科这件事情和你整个思维的形成 是一个双向作用 当我决定我要做文科生的那一天起 其实我就在有意识地抛弃处理化的这些知识 而以为自己更对人文社科方面的事情感兴趣 但我现在想如果我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下成长的话 我的思维应该不会非常偏向某一个方面 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教育上倡导这种大学科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第三个部分是关于材料这个专业的部分 第一个问题是好多人都提到了生化环材这四个坑 就是说他们的就业可能不是特别的理想 那你之前有没有考虑这个情况 以及如果你今天考虑的话 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个现实还是没有选择转专业 在我选专业的时候肯定是有所了解 这个事情的确是事实 但是发生生化环材这个大坑的情况 我觉得它可能和我们国家的发展现状它有一些关系 可能一些配套的企业研究单位的一些后续的东西可能会跟不上 但是材料这个专业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并不觉得它非常的枯燥 这个本身来讲可能是一个原因 但其次我觉得事情总会发展了 生化环材它既然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么可能未来在国内的一些配套都发展起来之后 生化环材也会成为非常重要的这种主力的专业 你是怎么确定你的研究方向 我挑选研究方向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 这个方向我必须不讨厌它 而第二点我认为这个方向它必须是有意义的方向 就是说它的研究在一个长期的角度一定是有价值的 而不是说短时兴起的一种潮流 材料专业有没有一些相关性的其他专业可以转 最好转的是物理化学 但实际上这两个方向它也在坑里 或者在坑的边上 所以这些可能也不是非常好的选择 如果撇开这些基础的不谈的话 材料专业因为它在基础的课程当中 涉及了大量的编程啊 自动化啊 控制啊 包括半导体的一些东西 所以实际上来讲 可以转的方向其实有很多 转计算机转机械可能都是比较方便的 当然我也有一些同学最后转到了金融或者经济方面 所以实际上来讲 更重要的在于材料这个专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能力 不在于说它的一些专业上的东西 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有相似的顾虑 就是可能你想在这个领域深造 但同时自己的水平可能暂时不能达到一个特别厉害的学校的这么一个高度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是应该去一个退而求其自的学校 要继续深造还是说我就干脆放弃这一行 我去直接工作呀 可能很多同学所顾虑的并不是专业的问题 而在于自己是否能在一个名校就读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个人的选择问题 大家可能还是应该想一想到底自己想要些什么 最后再帮大家问一下 就是在你整个保研的过程中 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途径或者平台 能让大家了解到更多的关于你未来专业 未来学校以及导师的信息 如果你希望继续从事自己本科的专业的话 大家可以找机会和自己本学校的外校的学长学姐们去聊一聊 也可以和自己的任何老师进行沟通 那你是怎么联系到比如清华的学长学姐的 我联系的大多数学长学姐都是从我们的本校保研或者考研过去的学长学姐 所以也算是一种传承吧 那今天采访就到这儿了 感谢阿刚的到来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你让大家一见三连 一见三连